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7月15日 星期三欢迎来到财经能业 这两年我们一直在谈中国的制造业外流的话题 那么从各项指标来看 中国制造业的外流可以说并没有停止 反而是呈现出不断加速的一种现象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其实最着急的当然是中国政府 不仅税收和产业链在外流 而且这些外资撤离还带走了这些不计其数的工作岗位 可以说世界工厂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 现在中国就开始想出挽留外资企业的一些损招了 之前有说限制外资撤离换外汇 我们知道之前外资要撤离 中国政府设的损招有什么限制他们换外汇 像德意志银行对不对 典型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 而且设置其他的一些门槛 那么现在可以说又想了新的招硕 他不是改变他自己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政策 不是对自己进行反思 也不是减税 不是降房租 不是停止煽动小粉红来抵制外资品牌 而是从开始降低中国工人的工资开始了 我说的损招就是这个 你不去想其他的办法 反而想到了大中国工人并不高的工资的主意 而且这个力度也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这对于本来就工资不高 而且面临着高房价的细节 面临着高通货膨胀压力的中国工人来说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我们看到现在你像公务员是取消绩效奖金 教师了慢慢要取消寒暑假 那么现在能到给工人降低工资了 各阶层都被得罪了一个干干净净 可以说下面我们看一下降工人工资的具体情况 可以说这是一个逆势的事情 非常就是不得人心的一个事情 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 深圳将在17年内首次全面修订工人的薪酬规则 以遏制不断上升的劳动力的成本 并阻止企业向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 廉价劳动力市场外流 而这个规则很可能的未来将在全国全面推广开来 在深圳先做一个试点 那么作为中国的制造业和科技的一个龙头 深圳的这个操作可以说是引来大家的热议 议论纷纷 当然批评的声音是占主导的 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部分 他这个计划就是说 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内容 一个就是减少非正规工人的加班费 然后就是取消节假日的三倍的工资 收进奖金规则并且延长支付员工薪资的最后期限 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从两年改为三年 而且是面对越来越加速的躺平趋势 政府他不是顺应民意 而是逆趋势应对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对自己的老百姓 会这么狠的 深圳政府他的解释是说了 从中长期来看给企业提供支持是符合工人的利益 中国的就业率仍未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 深圳希望削减工资能够鼓励就业 深圳目前要求在法定的假日 就是农历的新年加班的员工获得三倍的工资 但是现在如果这个新的规定出台之后 这个措施可能会被取消 节假日加班不给工资了 不发加班费了 根据市人大代表会在五月底开始审议的地方工资条例的修订案 那么节假日的工资将与正常工作日是相同的 之前中国政府规定的节假日加班三倍工资 可以说将成为泡影 雇主会根据员工每年工作的时间的长短 按比例来发放奖金 即使他们中途离职 那么说是这么说 其实谁还记得你一年加了多少班呢 加班很可能就被忽略掉了 对不对 深圳的这项修订案呢 将允许公司制定自己的奖金支配的准则 支付的准则 并有可能呢 不支付薪酬给那些只是短期工作的缘故 所以这都是损害工人利益的事情 那么这项计划呢 将允许公司向工人支付奖金的最后期限呢 也是延长到了下个月的30日 目前是22日 就是说拖延支付员工的工资 这个也得到了这个新条例的支持 那么这些举措啊 其实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它的所有的条款的目的是只有一个 就是在降低深圳的人工成本 降低深圳工人的工资收入 我们知道深圳在1980年呢 是被指定为经济特区 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城市 现在发展的已经是非常大了 规模做的很大了 新的工业和经济政策呢 在全国范围内采用之前呢 通常会在深圳进行一个试验 就叫做试点 那么现在这次修订呢 也是一样 而那你的新筹规则啊 可以说最终可能导致中国的国家劳动法的全面的修订 就是说如果深圳的这个新的薪酬条例啊 能得以执行的话 那么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会体现在中国新的劳动法里面 那么在深圳经营的外国公司啊 当然是将受益的 因为工人的工资成本是被压低了 对企业是有利的 但是糟糕的受苦的就是深圳的工人呢 就非常悲催了 自从2008年通过新的劳动合同法以来啊 中国一直是给予工人更大的权利 这反过来了 又导致了工资的明显增长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 城市中农民工的平均月薪 在十年间是翻了一倍的 那么尽管这个收入比起同期的中国的房价 物价来说啊 它的涨幅不算高 还算是滞后的 但是要知道 在中国啊 能给工人涨工资 可以说就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现在房价还停留在高位 物价凶猛上涨 深圳反而在逆势而动啊 给工人来降工资 工资不仅不增长 反而下降 可以说这是非常违背趋势的事情 而且这个可能呢 会在全国推行 那么不得不说啊 这可能会是未来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工人不断降薪的一个转折点 开了一个坏头 就像公务员呢 开始取消绩效 教室呢 增加寒暑假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在压缩开支啊 都是在坑老百姓 在挤压老百姓 中国工人的工资到底有多低呢 可能很多人呢 没有概念 那么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些数据啊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去年对约6000家 在亚洲和大洋洲开展业务的公司啊 进行的调查 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月薪呢 是达到了531美元 大约呢 是3400多块钱人民币 那么这明显还高于泰国的447美元 和马来西亚的431美元 越南呢 甚至是更低越南 每个月的工人工资啊 只有平均是250美元 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呢 仅比东南亚的国家高出100多美元 那么这相对于中国 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来说呀 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中国的生活成本这么高 而工资呢 只比东南亚的国家高100多美元 这其实并不过分 对不对 非常正常 中国工人真实收入到底有多惨多低呢 这里有些情况和信息啊 可能会让大家目等口呆啊 因为前两年呢 深圳的学生工啊 不堪剥削 后来跳楼这样一个事件呢 所以深圳大部分的学行工厂啊 现在已经不要学生工了 大量出来希望赚点学费的学生工呢 是无路可走 每年大量的学生工进入社会啊 导致黑场 趁机把工价压低到了 每小时八块甚至五块钱 可以说中国丛林是社会滥象平生呢 一边是中国鼓励大家多生娃 一边呢 是刚出社会的孩子被剥修到跳楼 露宿街头啊 可以说这就是这个国家分裂的二元结构 而现在深圳的很多血汗工厂呢 它的工资收入啊 平均一个小时 也就是十块钱不到的收入 那么大家想想这个收入 在现在的中国啊 他能干什么 他能买什么东西啊 现在为了留住外资企业啊 还要进一步降低工资 那么大家都白干 您报成吗 都不要钱吗 即便如此啊 外资企业也是照抛不误的 那么根据统计局的数据 截至今年四月份 大约有四万三千七百多家收入啊 在人民币两千万以上的外资企业制造商呢 在中国运营比2014年的峰值还下降了24%的 所以这跑了四分之一的外资企业可以说这些年 深圳这些年呢 一直是高喊口话 要腾农换鸟 向高端的制造业转型 关类城中村是拆了不少 那么都建写字楼公寓 但是房价还是那么高 现在还想进一步压榨制造业的工资 不知道这些韭菜会不会跑 那么不是天天说让大家过更好吗 奔小康了吗 怎么还现在开倒车呀 在深圳一个月三千多的工资啊 现在还要下降了 经济不行呢 中共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收割韭菜的口粮 所以难怪很多人呢 叫墙内的人叫他们是人肉电池 世界上可以说 没有哪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 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转变中啊 像中国这样做过 做的这么狠 中国的这种做法可以说也注定了 他们永远转型呢 是不会成功的 他们注定是成不了发达国家 也注定了无法阻挡产业链的转移 各位朋友大家好 阅读可以说是一门终身的修行 我们应该是活到老 学到了 但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呢 是越来越快 我们很难完整的读完一本好书 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 读不懂 或者是很难坚持 所以结果呢 都是看几页之后啊 就半途而废 现在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新的方法 那就是听书 特别通过听财经类的书 来培养我们的财商 提高投资理财的能力 实现财富的增值 经过我们团队精心准备 我们挑选了100本书 这些书都是千百年来啊 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财经好书 无论你是想扫清错误的理财观念 用正确的财商思维去对待金钱 还是想规避风险 在投资中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这些书啊 都是你千万不能错过的精品 经过我们的改进优化 财经能力的读书会了 还推出了选书功能 由大家来决定每期更新的书 每期更新的书呢 将由粉丝投票选出 保证我们的书啊 都是大家喜欢的 并且是适合的 你每天只需要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 一周就能读完两本书的精华 通过365天的坚持学习啊 就能让你财商迅速的提高 更加接近财务自由的状态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太长 很难坚持 但现在呢 如果能让你免费加入 并且大家一起学习 共同进步 那么你还能坚持下去吗 现在财经能力读书会啊 推出了100天读书的计划 只要加入读书会 每天坚持读书打卡 打卡满呢 21天将返还15%的会费 打卡完100天 我们将全额退还学费 你就是说坚持学习 你就能免费加入读书会的学习 从现在开始呢 加入读书会的用户啊 都可以参与 不过我们后续也会推出更多类似的活动 用微信扫描视频上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读书会 也可以通过评论区 以及视频描述栏的链接加入 关于读书计划的详细规则说明 我也放在了评论区 财经能力的读书会 我们不见不散 昨天开始了 中国的疫苗啊 也是再起风波 中国证实了 决定是引进辉瑞疫苗 作为加强针 基本上是承认了中国疫苗的无效 当然了 中国政府是不会明目张胆的 公开说这是辉瑞疫苗了 他们用了一个偷粮换柱的手段 中国引进辉瑞疫苗的步伐呢 正在加快 7月14日下午 在香港上市的复兴医药的董事长 兼CEO吴以芳 在股东大会上回复投资人问询的时候 就说 中国国家的药监局 对新冠疫苗复必泰的审定工作 已经基本完成 专家评审呢 已经通过了 目前正在加紧进行行政审批的阶段 根据财新网的报道呢 吴以芳说呢 我们和药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很顺畅 有关部门对疫苗审批也是一分一秒抓得很紧 复兴医药董事长 金CEO吴以芳说呢 在供货问题上啊 复兴医药已经于德国的药厂提前启动了生产准备工作 复必泰疫苗一旦获批啊 就能第一时间供应到中国的国内 大家知道这个复必泰是什么吗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辉瑞疫苗 在中国的贴牌的一个名称 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复必泰 其实啊 它就是辉瑞疫苗 就是换了一个包装 辉瑞和德国药厂合作生产的疫苗啊 现在被中共政府包装成了复兴公司和德国药厂生产的 将美国的制药巨头辉瑞可以说完全是踢到了一边 提都不提别人的名字 所以这个操作也是很邪门啊 中国现在在国内啊 是疯狂的逼着这些不打疫苗的人来接种疫苗 当然接种的全是国产的疫苗 那么后面呢 再用加强针来接种辉瑞疫苗 可以说是中西疫苗结合 那么这样呢 国产疫苗是既能赚钱还能赚民生 有效就算是国产疫苗的功劳 当然如果无效出什么问题啊 可以说全都可以栽赃到辉瑞的效果不佳的身上啊 而复兴所谓的自主生产呢 其实不过就是进口原液来灌装铁牌 确实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操作 世界上没有组织干得出来这么不要脸的事情啊 那么这也是中国政府在疫苗上反美 但是呢又离不开美国的一个体现 如果中国政府公布复必泰就是辉瑞疫苗 说出去啊是非常丢脸的 也不利于国内的小粉红和战狼们呢 来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所以干脆啊就伪装成中德合作的一个产品 来瞒天过海 这确实很可笑啊 也是很可怜的 这也从侧面呢 说明了中国的疫苗基本上是无效的 对抗这种病毒啊 基本上没有保护力 中国在生物制药上呢 和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之大的 这也是中共山寨的科技和美国真正的原创科技的巨大差距的体现 那么说到科技了 最近中国政府都在限制中国的科技巨头 在美国上市 我们看一下像去年的阿利 今年呢 滴滴都是被横打的对象啊 都非常典型 特别是滴滴啊 公然是违背中共监管部门的警告 强行赴美上市 可以说是瞒天顾海 但是现在呢 求后算账的时候到了 27个APP被下架 国内的业务呢 基本上是被冻结了 给说滴滴啊 也是走到了生死的边缘 而就在今天呢 另外一个网络巨头也被中国的监管部门警告了 张一鸣被网络安全和证券监管部门呢 是约谈了 就是字节跳动呢 也宣布无限期的搁置IPO的计划 也就是上市的计划 据说这个操作呢 是得到了高人的指点的 账呀 按照原计划 字节跳动今年应该是在美国上市的 但是现在在今年的三月份就被停止了啊 当然是他自己主动停止的 否则的话 可以说又像滴滴一样会在一个大跟头 当然呢 在这次约谈期间呢 监管机构是急于了解字节跳动如何收集 存储管理数据的 字节跳动最新的估值是1800亿美元 他运行的应用程序啊 在中国有数亿的用户包括他的短视频应用抖音和头条 今日头条 抖音收集的个人信息啊 可能非常多 你想包括手机号码 生日真实的姓名 身份证号码等等 那么在大家的印象中呢 中国公司啊 赴美上市 不是可以在美国套很多钱出来吗 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要阻止中资公司到美国上市了 这背后啊 我觉得有中国政府安全方面的一个考虑 在中美对抗脱钩不断加速的大背景下 信息安全是超过了经济利益成为两国决力的一个新焦点 中国这些互联网巨头啊 现在是纷纷在美国上市圈前 而且伴随着美国是越来越严厉的对中资公司的一个监管 那么这些中资公司啊 可能不得不提交一些公司运营的详细数据 比如说典型的 就是我之前节目里面都提到过了 美国现在需要你提交审计抵稿 以前审计抵稿都是留在中国的国内的 只是提交一个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是可以造假的 审计抵稿是造不了假的 那么这就涉及到很多中国内部的一些信息啊 这些审计抵稿 比如说你像滴滴的道路的数据 抖音的用户的资料等等 尽管美国政府呢 如果想收集这些资料 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渠道 比如说有人就说啊 美国的卫星来收集中国的道路的信息 其实是很简单的 对不对 你想美国的GPS定位 谷歌地图啊 他收集的信息多全了 但是中国政府他还是觉得 这是对中国信息安全的威胁 就是说中资公司在美国上市 是对中国信息安全的一个威胁 所以之前在美国上市了 不需要中国主管部门审查 现在了开始要审查了 而且审查的层级是越来越高 监管是越来越严的 当然这背后也可能是习近平呢 为了加强对这些科技巨头的控制 防止他们资产转移 或者是他们做大之后啊 伟大不掉 不好控制 有这方面的考虑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这也只能说明呢 中国政府是越来越心虚 越来越没有底气了 所以综合来看 今天的三件事啊 不管是降低工人的工资 还是用美国疫苗作为加强针 还是禁止中国科技公司赴美上市 都可以看出中共政府啊 是情侣既穷 越来越弱不禁锋了 一个盘剥人民 造假成风 指路为马的国家 我觉得是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 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